各位朋友,聖誕快樂! 今天過節給大家講一點心情愉快的事情 現在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 包括中共體制內的人都知道 中共這個政權現在已經是千瘡百孔 離垮臺的時間不會太遠了 中共現在外部有美國還有其他的這些西方民主國家 給他們施加強大的壓力,可以說是外敵、環市 他們在香港和台灣的這個佈局 現在又已經徹底的失敗了 國內的經濟也搞不好一路下滑 失業率迅速上升,人民的不滿已經快到臨界點了 而這個時候他們體制內的各大派系 還在勾心鬥角,非常的不團結 這個就削弱了中共維持統治的能力 習近平上台了之後 他把中共體制內的這個鬥爭模式給改了 以前是鬥而不破,互相給對方要留後路 現在是你死我活 一定要把這個失敗者趕盡殺絕 就拿薄熙來的案子來講 薄熙來是被判了無期徒刑 他的馬仔徐明前兩年就已經被整死在牢裡面了 王立軍雙腿被打了殘廢了 聽說前一段時間他也被做掉了 那現在又傳出來消息,說薄熙來也掛了 肯定不是自然死亡 那一定是習近平下的命令 當然現在這個消息還沒有得到證實 但是這個消息之所以傳出來 那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兩種可能性都有 第一種就是薄熙來真的已經完蛋了,已經沒了 第二種可能性就是習近平班子 他們故意的放出來這個消息 來試探一下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反應 如果大家都幸災樂禍 或者是反對的意見並不那麼激烈 那麼這個傳言很快就會變成現實 現在看起來大多數的人對薄熙來確實是沒有好感 那習近平和他狗咬狗,大家都樂見其成 那毛左派的人應當說是薄熙來的鐵桿粉絲 但是對他好像也不怎麼放在心上 對這個薄熙來死的消息也沒有什麼激烈的反應 所以說薄熙來這次是死定了 要不是已經死了,要不就是很快就死 大家等著官方的消息很快就會出來 中國的民主派對習近平有一種很有趣的矛盾的態度 對他可以說是愛恨交織 恨他是因為他採取高壓手段鎮壓人民 愛他是因為他瘋狂,是因為他胡作非為 他這麼幹會加速中共的滅亡 我在前幾期視頻當中探討了習近平班子 他所犯的一系列的錯誤 這些錯誤最後一定會導致中共統治秩序的崩潰 而且來得非常快,就在這一兩年之內一定會發生 那現在大家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將來局勢失控之後 習近平他會不會調動軍隊來進行大鎮壓 人民會不會遭受慘重的損失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一評論證的第一期就已經講過一次了 但是那一次主要是從中國的和全世界的世界格局上去分析 中共沒有這個能力再搞一次六四 那今天想從習近平的個人性格的因素來分析一下 將來人民群起反抗之後,全民共振,全民上街之後 習近平是會富裕王抗,拼死一搏還是會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到美國或者是到歐洲去尋求庇護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要分析一下習近平的某些性格特徵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問,怎麼樣才能準確的判斷習近平的性格呢? 那有一些系統的方法,比如說有一本書叫做《冰劍》 《冰雪的冰》《鑑定的劍》,傳說這個作者是曾國藩 裡面就是關於判斷人物性格的一些系統的方法 世界上各國的情報部門都有一些專業的團隊 他們是根據收集的這些資料去判斷其他國家 尤其是那些敵對國家的領導人物的他們的性格特徵 然後根據他們的這些性格再來判斷 他們今後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有一些社會經驗比較豐富的 同時又比較理性比較冷靜的這些人 他們也可以通過經常觀察各種人物,分析各種人物 會發展出一種本能,通過一個人的言談舉止 甚至是表情的變化,最後就能夠了解一個人的基本的性格 就拿習近平來說,大家去觀察一下 他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時候的那個表情 給大家看一幅他在人民大會上面的這個圖片 這是他和下級在一起時候的這個樣子 非常的有霸氣,非常的自信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幅另外的一幅圖 這是他和川普見面的時候的表情 還有另外一幅,這是他另外一次和川普見面的時候的表情 還有一幅是他和普京在一起時候的表情 大家看一看,習近平那個時候還有沒有霸氣呢? 霸氣荡然無存,自信荡然無存 反而是一臉的這個慘眉的笑容 有點社會經驗的朋友,一眼就能夠看出來 習近平和川普和普京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心理上完全是處於一個弱者的地位 弱勢的地位,完全是沒有自信的 那普京這種老豆的流氓,川普這種狡猾的商人 他們都有一種本能,就是一見面就能夠感覺到你氣場的強弱 那普京在俄國那種叢林環境下生存久了 弱肉強食慣了,對於這個弱勢的習近平 他馬上就表現出來滿臉的不屑 那川普人家好歹是在西方文明社會熏陶了大半輩子 善於掩飾自己的對習近平的鄙視的態度 再給大家看一個視頻,這是習近平參加G20峰會的視頻 照片上面的都是這個視頻上面的都是世界各國的老大 都是一些非常強悍的人物 大家看看習近平在他們當中是不是感到很不自在 感到非常的拘謹,也就是說在和這些強悍的人在一起的時候 習近平是完全沒有自信的 那他為什麼在人民大會堂那麼有自信呢? 因為那個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這個人 雖然非常狡猾,很強悍 但是習近平是國家主席,是軍委主席 還是黨的總書記,他有最高權力的加持 也就是說他的霸氣,他的自信 並不是來自於他自己的性格 而是因為他掌握了最高的權力 依靠這個最高的權力 他才可以壓制住其他的那些人 他不掌握這種最高權力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弱勢的人 甚至是在最高的權力的加持之下 他還覺得不夠,所以他又建立了十幾個所謂的領導小組 他直接任組長 只有當所有的這些中央大員 都在他的這個權力體系的直接的控制之下 他才有自信,他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後的那個表現 簡直就是判若兩人 所以有不少人說習近平上台之前 大家沒有看出來他的野心 那是因為習近平善於偽裝 長期的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容易受人擺佈的 唯唯諾諾、老實芭蕉的這麼一個人 台灣有一位政治學教授叫明居正 他就持這種觀點 他說習近平很能忍,忍功很好 那明教授的很多的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 但是這一點不敢苟同 因為習近平在他登上總書記的這個大位之前 對於上級服服帖帖,對於同僚也是一團和氣 好像顯得人出無害 這並不是他故意裝出來的,而是本色演出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沒有霸氣沒有自信的人 大家再看看習近平的這段視頻 十分海裡邊最壯的老農民 像我們這種夏天丹麥子 那也就是最多二百斤 十里山路一口氣就下來了 這個視頻的內容大家應當都是耳熟能詳 習近平為什麼要吹這種牛呢? 吹牛的人多數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要去騙別人,這是有意識的吹牛 吹嘘自己有多厲害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沒有自信 他就會下意識的喜歡通過吹牛來給自己打氣 很顯然習近平當年的這一段講話 並不是為了騙財騙色 而是他出於本能想通過吹牛來增強自己的自信 缺乏自信的人才需要增強自信 那麼為什麼習近平缺乏那種本色的自信呢? 我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自信有一部分是天生的 他是對自己的智力和體力的一種肯定 那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於社會的 比如說社會地位、家庭背景 所擁有的權利、所擁有的財富 不過這兩部分他都要通過個人的自己的 內心的加工處理 最後才能夠變成自己的自信 習近平年輕的時候雖然他老爹是高幹 但是在北京的那個圈子裡面 他算是比較弱勢的 因為習仲勳他不是毛澤東的嫡系 而是被排斥的、被排擠的、受打壓的 陝北幫的人,這個派系陝北幫 在中共內部是遭受過好幾次的暗算 遭受過好幾次清洗的 所以紅一代的那些人 根本就不把習仲勳放在眼裡面 他是弱勢群體 那紅二代的那些人自然的也就不把習近平放在眼裡 這對於少年習近平的自信心培養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習近平本人他也不聰明 學習成績不好,口才也很差 所以在跟其他的紅二代在一起的時候 那是經常受到忽視的 受到欺負的、受到蔑視的 更何況後來習仲勳還受到了打壓了 在黨內受到打壓了 習近平就只能更加的架著尾巴做人 所以習近平的那種沒自信 他是從小的社會環境和自身的條件決定的 缺乏自信,這是政治人物的一個致命傷 在西方社會是如此,即使是在專制社會 所以第一代的領導人都是需要有極強的自信的 否則的話你無以伏仲,根本拉不起隊伍來 但是中共這個體制到了後期很有意思 它發展出一個密淘汰的機制 就是強悍的人、聰明的人、有自信的人 反而不被整個統治集團看好 因為大家擔心這個人他如果是上台了之後 會剝奪其他人的權利、剝奪其他人的利益 你比如說像薄熙來那種人,他如果掌了權 那大家都會感覺到很不安全 所以2012年之前整個統治集團內部 多數人都推舉習近平登上大位 因為大家覺得他這麼個人,沒自信的 一定會成為一個弱主,比較容易受人擺佈 當然了後來的局勢發展大家都看見了 江澤民、曾慶紅和其他的這些中共大佬 他們都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沒有預料到 這個最高權力、中共最高權力的加持 會讓一個弱者迅速的變臉,表現得極為強悍 因為一個沒自信的人他掌握了權力之後 他一定會選擇一匹馬屁精來當自己的親信 給他們升官,他會特別的需要 特別的渴求這些人在他身邊經常的阿諭奉承他 這樣才能夠緩解他自己的忐忑不安的心理 才能夠掩蓋住發自內心的那種不自信 他身邊的所有的人都要說他就是一名領袖 所以說這個時候他的自信心會迅速地膨脹起來 他就能大刀闊斧地幹起來 在國內他真的是大刀闊斧地幹了 反腐打掉了好多以前對他有威脅的政敵 在國際上他則是四面出擊,想當世界霸主 當然這種自信是虛假的,是經不起考驗的 就好像吹起來的氣球一根針就能把他刺破 現在習近平在國際場合已經被刺破了好多次了 已經完全沒信心了 所以他每一次大家見到川普都是非常的恭敬 都向川普讓步,答應一串又一串的這個條件 這並不是因為他故意的要去騙川普 而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 弱者面對強者的時候他一種本能的反應 那就是要屈服,要讓步,而不是要跟他去進行鬥爭 只不過是他一回到國內 又被一群惡意奉承的人包圍起來了 信心又有一些鼓起來了,氣球又被吹大了 覺得我可以再跟你鬥一下 那這個時候他就開始反悔了,答應的條件不幹了 所以大家看看過去這兩年貿易戰過程 習近平總是出而防而,荒腔走板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這個性格所致 那這種人他對付弱者的時候他會表現得很強悍 對付強者的時候他會選擇讓步,選擇逃避 在國際事務當中是如此,在國內鬥爭當中也會是如此 那現在這個國內的變局還沒有開始 開始了之後就會出現三種情況 政變、兵變和民變 在體制內習近平會遇到強悍的挑戰者 公然的要否定他的這個最高領導的地位 全民上街之後,民變之後也會出現新的政治力量 新的政治力量會在街頭運動當中迅速的成長 性格強悍的民間的政治領袖也會從運動中崛起 那個時候習近平他面對的就是將會是一批強人 每天都要面對這批強人 那個時候他身邊的那些不斷的溜絮拍馬的那些人 都不能夠把他的信心鼓起來了 就好像是一個氣球,你不斷的被人家刺破,不都來不及 當中國出現了那麼一批強者的時候 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只要他們公開的否定習近平的權力的時候 那麼出於自卑的性格,因為缺乏自信 習近平就一定會選擇退讓,一定會選擇妥協 而不會富裕亡抗,不會孤注一擲 來跟你們進行一個正面的對決,他絕對不敢 現在中國大陸這個變局還沒有開始啟動 但是香港台灣已經動起來了 很可惜香港現在這個運動規模雖然很大 但是還沒有產生一個組織化的統一的陣線 用香港話說就是沒有大台 如果今後香港反對派形成了一個大台 那一定要推舉出一個有政治智慧 同時個性也非常強勢的領袖人物 這樣的人在與中共高層,在與習近平進行談判的時候 就會讓習近平先在心理上被擊垮 台灣總統蔡英文算是個很能打的人 但是他甚在有韌性,甚在堅持,但是缺乏進攻性不夠強勢 假設蔡習慧兩個人可以周旋一番 但是在氣勢上蔡壓不倒習 如果是李登輝還在當總統跟習近平去談判 那情況就不一樣了,他那種強大的氣場 很快就會讓習近平感覺到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 很快就會讓習近平信心全無 當然了,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只能掌望未來 我相信將來中國天翻地覆的那個大變局開始以後 一定會湧現出一批傑出的政治人物 其中一定會有一些人兼具政治智慧和勇氣 一定會有一些人霸氣側漏,不露自危 將來大家推舉這樣的人去對付習近平 推舉這樣的人堅決的否定習近平的合法性 權威的合法性,讓他知道他的這個權力 沒有辦法控制很多事情,讓他心理上面 失去這個權力的加持 習近平的這個懦弱自卑的性格就會開始起作用 他就會無心戀戰,就會選擇放棄,選擇逃避 那個時候中共的政權也就土崩瓦解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贊同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想繼續討論的朋友請留言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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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